我叫板娘小温,一名幸运者 本来早就答应粉丝要出一期夏儿镇探索的 不过前两天感冒了,也就给耽搁了 今天呢,我终于也是把夏儿镇的探索给找齐了 接下来呢,就来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特恩河的溃蹭 这个比较好找,因为夏儿镇就这一条河 沿着河流潜水就可以看到了 一般多数会出现在断桥的附近 我运气可能比较好啊,刚潜水就看到了 第二个,遗失的物资 宝箱的位置呢,在矿坑附近的仓库那里 但具体的位置都是随机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爬到仓库的最高点 然后环顾四周的集装箱上面 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了 第三个,探险者的礼物 从大仓出来之后呢,一直往右边的山上跑 当看到这根连接核电站滑锁的时候 就证明找到了 顺着这根钢锁往下看 就能看到悬崖上的这个宝箱了 而且这个箱子的位置应该是固定不变的 第四个,失落的宝物 这个看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啊 因为要下到矿坑底部 从boss的眼皮子底下拿走这个宝箱 多少会有点吓人 放心,你只要顺着滑锁 一直滑到矿坑底部之后 贴着墙,找到这个楼梯 然后爬上去就没事了 箱子呢,就在这些木架上面 如果不是白天的话 就仔细的找找 不太容易被发现 如果上面也没有的话 就找找看矿坑上面其他的木架子 第五个,未亡人的藏品 这个在夏尔正西 有人说是路灯上面 也有人说在房顶 不过我的呢 是刷在了水果摊的雨棚上面 用万能的弹药箱垫个脚 轻松就拿到了 建议呢,大家还是找到梯子 爬到房顶仔细的看一下周围比较好 第六个,逃难者的遗物 这个在夏尔正东 而且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啊 我很多好友都说是在这个小舞台附近找到的 箱子就在舞台对面餐厅的桌子上 可我整整翻了三遍都不止啊 愣是没找到 最后爬到房顶上才找到这个箱子 这个随机性还是蛮大的 最后两个箱子呢 必须要两个人以上配合着才能拿 所以接下来要注意看细节了 第七个,帝国军用补给 这个箱子是在核电站外面的集装箱上 但帝国士兵实在太多了 我的路线呢,是从有桥的那个路口 绕过巡逻兵,直接爬上去的 然后一路跑到中间这个制高点 站着上面,我找到了宝箱的位置 随后招呼了营地里的小伙伴来帮忙 在老王和可乐几个小伙伴帮助下 成功拿到了这个宝箱 第八个,虎口探险 这个我是直接从正门冲进来的 拉着仇恨一直跑到这个地方仇恨消失 然后在营地小伙伴失神的帮助下 大人梯爬到了吊臂上面 但遗憾的是周围都看遍了 也没有找到宝箱 跳到水池里也没有看到 直到今天带着小伙伴们又来探索了一次 最终在吊臂的钩子这里拿到了最后一个宝箱 当然啦,就目前的庄园等级和装备条件来说的话呢 小伙伴们完全可以选择叫上几个大佬直接来清厂子 清完之后再找找宝箱 那岂不是美滋滋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